如果上来就去讲什么放松气感的 十个里面有九个要走火入魔 不玩了 走了 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位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说现代人讲养生都说要依靠备在感受 找回先天本能才能获得健康 那为什么他们按照自己最舒服的体态 反而造成了妖姬老鼠等等种种不适 其实我认为到人只要开始接触这个社会 你就已经不能再说自己是纯粹的谦谦本能 因为你一定会受到外界的各种种影响 哪怕你的父母不管你 你也会被你通名的人以及网络所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小的小孩 他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价不正 那难道他们还不够顺应自己的主观本能吗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内在感受去指导养生 因为你根本分辨不了你所感受到的 究竟是你想要的千千本能还是后天的习惯喜好 那所以我教站庄教结构 一定是建立在客观的力学检验之上 再去谈主观感受 如果上来就去讲什么放松气感的 十个里面有九个要走火入魔 所以不管是找我来学养生还是学防身的 这几个标准你一定要先做到 在身体放松的前提下 不管是手还是肩还是头或者腿都压不垮 推不动 这就是结构力也可以叫整进 如果用力绷着就失去养生的效果了 而且动起来身体就散了 三十一隔 站 ADA 尼明把等会 尾翘都熬 wunder 许多任务